公事害俗的說法 而且現在還爆出來說 他其實曾經跟私底下跟信眾講說 他自己是什麼 毛澤東希特勒 毛澤東希特勒轉世 殺人魔王 太多人 所以他為了殺這些人 就是為了要鞏固你的佛教 而且更誇張的是說 最近連習近平都來跟他託夢 習近平跟他託夢 因為他說要入夢來 說希望你法師能夠幫我加持 對不對 習近平也變得很厲害 還能夠入夢請求你加持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很多說法的話 他覺得人家信徒 之前就一直覺得說 你海盜法師是不是 精神狀況 身心狀況 他信徒還是很多 據說他每一次開市 那個功德鄉 錢都滿出來 那個功德鄉很誇張 他之前每次去講話的時候 去布道 去司法的時候 錢滿出來 那個功德鄉 整個錢倒不下